高星分析师说 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危机 真是全面爆发的话 预期标指就可能跌6% 纳指更加会跌一成 首先的情况就是 现在就未叫做攻入基库 但是俄罗斯就宣布了 乌东两个地区一个独立地位 第一个评估就是 你觉得开战的机会大不大? 还有根据你对开战的评估 你觉得对美股的影响又会是怎样? 我想就视乎大家的定义开战的情况是怎样 现在俄罗斯相对上 就接受了一个独立地位 变成了如果乌克兰的武装分子 继续对一些亲俄的乌克兰的国土 也有一些战事发生的时候 变成了又会让俄罗斯有机可乘 继续可以是从一个类似的方法 来将一些版团兼聘进俄罗斯 事实上如果真的出到军事上的武力 来做一些行动 这个才叫做开战 我觉得机会就不大了 当然如果用这些形式 即是逐步融养一些乌克兰的版团 宣布道话的话 这个也算是一个开战 就变成了已经是开打了 当然我想就视乎欧洲和美国会不会有一个共识 现阶段去看的时候 似乎欧洲那方面的看法 例如德国和法国 偏向上用一个外交的手段 温和一点的形式来处理 暂时去看的时候 偏向上英国就强硬一点 就和美国的口径一致 看看如何制裁这个国家 所以相关的消息仍然会有一个发酵的状况 现在去看的时候 就是导致期货都跌超过400点 另外就是纳指期货 计算百分比的时候都跌超过2% 所以相关事件应该会继续发酵 就会影响到环球股市仍然会有一个下行压力 但暂时去看的时候 应该对于美股的影响性 就会比起港股会大一点 所以暂时去看的时候 如果你说投资美股的投资者 可能就要留意那部风景方面的管理